喔 今天在頭車子啊 洪宇你今天又有來這輩子要幹嘛 欸 忘記啦 上次拍親手就這一棟啊 喔 好像是兩年前的事情喔 對啊 差不多啦 那一次親水模流量還不錯 那你今天要帶我們來看一下完成的現況 是啊 因為屋主也剛入住沒多久啊 還有那個一些軟裝的部分還沒做好 對對對 那他願意就是讓我們 對 先先拍 對對對 那今天大家有眼福啦 那洪宇就帶我們進去看一下好了 好啊 走啊 好 哇 這室內的空間太大了吧 全部裡面都是親水模 也太厲害了吧 我覺得裡面的空間感 真的是非常的通透 親水模真的做得非常自然 像這個沙發背牆後面 這個水波紋的感覺 每一塊都不一樣 完全的如實呈現的這種 親水模自然原貌的感覺 我們可以發現喔 來到這種親水模的空間 嗯 他裡面的空間喔 真的不需要太多的裝飾和擺飾 就非常的漂亮 個人還蠻喜歡這種原汁原味的風格 現在我們拍攝的時間是正中午耶 是 對 應該是很熱的 結果來裡面非常的涼爽 我還發現業主連一樓的空間 冷氣都沒有裝耶 外面在熱的時候 它裡面其實會比較涼 人家都會說它是屬於一個 冬暖夏涼的建築 一樓我們有幫業主規劃了 有客廳 餐廳 廚房 還有 校清房 浴室 跟洗衣間 對 空間蠻大的 你覺得光客廳這邊大概幾坪 應該十幾坪有吧 差不多20出坪 真的很大 我發現這個尺寸真的不是我們 一般居家在用的 因為它光一樓 大概40坪左右 有整個空間喔 對 我們坐下來可以發現 我們電視牆這個距離寬度還蠻寬的 應該是至少五六米有吧 我們的面寬大概是將近六米 所以這個深度 看起來比較不會有壓迫感 業主它挑的家具擺設 基本上都蠻符合這樣的一個原則 因為清水模基本上比較屬於冰冷的 這種原木的家具啊 比較有暖色系 兩個互搭起來會有點綜合的效果 整個搭起來蠻柔和蠻協調的 它不用太多的裝修 它就可以表現出這種原汁原味的感覺 客廳的空間只要擺了這種 基本的活動家具 天花板裝上簡單的軌道燈一個吸引燈 這個感覺就非常的有FU啊 是啊 所以你看這麼大的客廳呢 一個吊扇 這就是清水模厲害 我們一般裝修會考慮到整個沙發的背牆 電視的主牆 它的沙發背牆就是有它沙發背牆的感覺 電視主牆有它的感覺 清水模很厲害的地方就是說 它每一塊的這種水波紋 跟那種仿清水模完全不一樣 仿清水模會很自視 它每一塊就是好像是一塊獨立的畫作在這裡 所以非常的自然 這個人還蠻喜歡這種清水模的感覺 到時候我有潛在的請你幫我蓋 哈哈哈哈 沒問題 假日子如果我還期待你 我們是也要 我發現這個弱電箱 和這個電箱在這裡顏色上還蠻突兀的 這一般來講有沒有什麼方式可以解決這問題 其實有兩種方式啊 就是電箱我們可以把它烤漆跟清水模同色系 這是第一種 那第二種就是我們用金屬件去搭配 金屬的顏色質感就可以了 對對對 因為我發現像這邊來講的話 它的這個應該是屬於冷氣的套管 是 還有它的一個排水孔 所以你就用這種金屬顏色上去先蓋起來 對對對 這個也不會很突兀 是 這邊我們有留了一個側面嗎 是有有側面 它兩側都有側面 這邊也有 然後那邊是走道 那邊是走道 對對對 整個陽光從這邊灑落下來的感覺真的很舒服 未來有在車院啊做一些植栽 造景 一個庭園的造景 效果就是非常日式 對 因為我們的建築是比較長 中間當時在設計是一定要有開窗 那開窗除了採光好通風也很好 像這個空間它就是類似像一個 小朋友遊樂的空間對不對 超級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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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的很奢侈 它的樓梯下還有放這麼多書 還有東西可以使用 好啊 那我們看一下餐廳和廚房的位置 我們現在就是來到他們的餐廳跟廚房的位置 餐廳跟廚房就有做一些裝修了 它天花板有用類似這種木格柵 加上旁邊的城板燈打出這種暈光的效果 還有加一些投射燈下去直射 跟這個空間非常的融洽 它這邊也有用系統櫥櫃 這邊做霸配 這邊有設置一個中島的霸台 一個工作台 女主人未來在這邊煮菜啊 使用一定是非常開心 他很喜歡在這個空間 這邊就是他們 我們剛才有提到的洗衣間的位置 當時我們在規劃的時候 他有提到說他想要把洗衣間用在一樓 曬衣服很方便 就是出去外面就是後院的 那如果說下雨的時候 他就可以曬在裡面 然後這邊是一個電動釣魚杆 所以可以伸上去 樓高也蠻高的 電動釣魚杆 把它伸上去之後 其實衣服藏在裡面看不到 對 喔 看到這是廁所喔 這也是孝親房嗎 對 比較私密的空間 我們就先進去 是 這邊廚房還有蠻大的一個攝影的空間在這裡 對 小朋友在這邊玩 還是跳個街舞 欸 相當不錯喔 空間很大 欸 紅友發現這裡 好像有什麼機關喔 對 在這裡 因為我們這一棟是法式基礎 法式基礎它的深度又比較深 夜主他想說 欸 我剛好有一些 比如說放酒啊 還是說可以放儲藏的東西 所以我們就把它做成地下室 喔 地下室一個酒窖的概念 對 好 那你帶我們下去看一下 好 好 哇 來到這個空間 發現當酒窖真的還蠻適合的 是 你們發現很涼 很涼 超涼的 然後夜主在這邊 也有一堆的金門高涼酒在這邊 是 這好像都是珍藏版的 都還蠻有歷史 小朋友在這邊很像有養甲蟲 放在這邊很適合 這空間的高度 好像180-199左右對不對 差不多 我們當時在規劃設計的時候 發現說 這個法式基礎 有比一般的深度再深一點 對我們建築的結構 在安全性上 其實是非常好 我們把法式這個空間 拿來使用的話 這個高度也感覺會比較好用 對 很好利用 好 那我們就再上去看 一下其他的空間 我發現這個很像是油壓的對不對 是 如果沒有墊怎麼辦 我們當時就想到這一點了 所以我們把它分三等份 這個就是手動的 這個就是電動的 它如果說在停電的時候 沒辦法打開 我們人剛好在下面 這個可以從下面推 或者是說上面拉 所以這也是算一個安全措施 是 對 不會被關在下面 對 好 那我們就去看一下 二樓的空間 好 先帶大家來看一下 清水樓的樓梯 它的設計上是搭配了 原木的扶手 還有這個玻璃 讓它有一個通透感 玻璃的好處 如果我發現它隨時隨地都可以欣賞的清水樓的牆面 它其實也是使用原木的 有時候看到一些清水樓的建築 它的樓梯使用的是鋼梯的造型 我知道鋼梯是不是比較好做 清水樓的樓梯比較難做對不對 以這個樓梯來講的話 它是一體成型 那如果你說的鋼梯 就是我們先做牆 然後再來做鋼梯的那個 後裝的部分 後裝的配件 對對對 所以以工法來說 一體成型這個比較難做 你要說內行看門檔 外行看熱鬧 這個就是樓板接縫 有懂建築結構就知道 清水樓的樓板接縫要做得漂亮 真的是 細節上還要蠻注意的對不對 對 我們發現它在樓板接縫 收的真的還蠻漂亮的 一樓跟二樓是不同的時間 做鋼板和主模 和灌甲 所以這兩個的階層鮮面 一定要用一個 一個腳材 像是補槍 灌它這個薑 在灌的時候 整個都會跑出來 所以我們就發現 洪雨影的Kiss 很細膩 這個都有固擋 還蠻厲害的 剛好經過樓梯 帶大家來看一下 這個部分 好我們直接上二樓 順著樓梯上來 摸著這個實木的扶手 觸感非常好 整支樓梯就像一支藝術品 每一個角落都很好拍照的感覺 一上來 這邊就連接一個後面的外露台 屋主他有需要的話 在這邊做一個造景 其實這個空間就很漂亮 為什麼這邊要做 比較多的格柵去做包覆 其實原本設計最早一開始 它是欄杆 在現況勘察的時候 發現隔壁的鐵皮屋不好看 因為你也知道台灣的文化 就鐵皮屋很多 所以我們為了遮掩鐵皮屋的建築 所以我們就是把欄杆變成格柵 把格柵延伸到上面 整個把它遮起來 然後讓光透進了這樣子 有採光和通風 它是有點遮影的效果 前面應該就是我們的主臥門 對不對 業主剛才有提到就是說 東西看錄住不好拍 對 比較癡密的地板 對對對 就這樣子掠過 我們看一下後面 進來的空間 這個屬於應該是起居室的空間 它可以多功能在這邊應用 空間蠻大的 其實它每一扇窗捲鈴有拉槽 才發現它有安裝一些保全的設施 比較可惜的是它安裝保全設施的時候 它會跑一些鴨甲鈴線 我想應該是清水魔它的建築 基本上要在安裝鐵窗 其實很突兀 但是又有這種切到的風險 所以業主應該就後來加光保全 如果它一開始的時候 能夠配合線路的位置放好的話 這個鈴線的部分就不會那麼突兀 就不會看到了 那我們看一下後面就是兩間次臥的空間 對 我們先來看這一間 這間空間一進來也是發現超簡約的 活動家具一張床擺下去 然後裝個窗簾 基本上這個空間就很漂亮 那我有發現 這邊的冷氣管線的位置 就一個明廣跑出來 原始的套管就留在這裡 對 也是預設冷氣位裝在這個位置 對 業主覺得冷氣裝在這裡不好用 就把它移到這裡 外露這個管線比較可惜 如果當時它有配合室內設計 原始就把冷氣定位在這裡 套管就不會留在這裡 整個就包在冷氣裡面 就不會那麼難看 所以如果你是要後面 把東西做得比較精緻的話 真的是需要室內設計師參與 另外一間次臥呢 它就有照我們原本的定位的位置 對 位置 管線就沒有外露 裝起來就很漂亮 所以這個才是比較正確的做法 對 我發現這是三樓封面的空間嗎 是 整個還是一樣很大 對 這邊要擺一架鋼琴 應該他就是為了想要當多工人士或熱情方式 對 所以目前還沒有太多的家具和裝飾進來 那我們就是看前面待見 好 好 來到這空間就是 他的神明廳的位置 對 前面就是接一個很大的大露台 所以這個空間也目前是預留下來的 對 未來他們有需要怎麼樣做增設 再去做另外的使用 外面好像一個側露台 側露台 好 等一下帶我看一下 好 OK 我一定要跟你介紹這個露台 因為我蓋完之後 我真的發現 三樓這個露台的外面 真的很適合拍照 不管是哪一個位置 你看像這個位置 你只要站在這邊拍一張照 人家都以為你在哪一間餐廳 哪一間什麼那個網美什麼之類的 對 每一個角落都很漂亮 是啊 是啊 屋主他有說這裡會造景 但是他現在還沒做 他如果要造景出來的話 他真的是這裡的mue是超漂亮的 好你看喔 因為他建築物本來就比較深 比較深 那我們這樣看過去 你看這裡又是一個mue 每一個角落都可以網美 都可以打卡 整個延伸性效果真的超漂亮的 然後要加上上面這個鋁包板 白色配灰色 然後我們的欄杆上面是咖啡色的 很搭 整棟看完今天的這種清水模的建築 整個心癢癢的 好想要自己也來搞一棟 洪宇也來跟我們分享一下 如果我們自己真的想要自己自地自建 蓋這種清水模的建築 有什麼需要特別注意的 我覺得最重要一點就是口袋要夠深 緊在喘了霸的 對 清水模它跟一般建築不同 就是說它的工法比較複雜 相對的它的工期也會比較久一點 工期要注意 而且它每一個環節所有的項目都很環環相扣 重點膽子也要夠大 怎麼說 如果廠商做錯的話 這個問題你能不能接受 或是說它是介於可接受或不可接受的範圍中間之類的 所以其實清水模就是一種藝術 因為它是呈現我們混凝土一個原始的樣貌 而且這種非常簡約的感覺 是 很重要的是清水模的建築 完成之後我們就建議 不要在上面裝訂任何的東西 如果你是想要做那種很華麗的感覺 千萬不要選這種清水模的建築 因為完全是不適合的 因為它裝訂就會破壞它 我們剛才講到原始的這種效果 如果真的要裝訂你有什麼建議 如果說你要裝訂的話 還是建議一開始搭配設計師 把你要做的壁掛的東西 利用我們的孔洞下去做 同語講的孔洞我補充一下 就是螺酸孔 螺酸孔還沒有填土之前 它就是一個螺桿 螺桿的部分我們如果留下來 以後用公母牙下去鎖 或者用電焊的 都可以把你要裝飾的腳架 可以利用 利用把它裝訂上去 這個在一般事前規劃 我們就把它規劃進去 未來呈現清水模的居家的質感就會很棒 那洪宇可不可以簡單幫我們透露一下 我們這一次整棟這種清水模的建築 大概要花多少錢 這個價格 你怎麼清明 因為你知道清水模它是一種藝術 相對它的價格 會比一般透天的 也來的藝術 價格也是一種藝術 是 其實還是要看你的需求 還有大小 其實還是有差別 了解 有時候我們身體裝修 客戶也請我們想要做那種 仿清水模 或者是真心水模 局部做都很貴了 有更換這個整棟 如果想要知道 整個清水模建築的造價 和未來要怎麼規劃的走向 歡迎可以視訊給我們 然後我們盡可能的協助你們這樣子 是 今天的影片差不多就這樣了 有需要了解更多的朋友 歡迎在下方留言欄 提出來跟我們做討論 喜歡我們頻道 記得幫我們按讚訂閱分享 我們下次見 掰掰